回到2100 韜清文 我們其實可以看到 在整個蔡英文 宇昌案裡面 他扮演的其實就是一個母親的角色 今天有兩份公文被解密了 然後大家都在解讀 很多媒體說好像就不夠如此 但是其中其實有非常多的關鍵 我們剛剛搓絲剝繭 民進黨的陳其邁說 哎呀 兩份公文解密了 真相大白 早上講真相大白 剛剛又發了一個他們的那個說明 好幾頁 發了一個說明好幾頁 對啊 發了好幾頁 四大頁 然後原來沒有真相大白 然後你看蔡王朗今天講 說這兩份解密一件被國民黨視為殺所見 解密後證明國民黨是栽贓謀黑 意圖人格謀殺的伎倆 完全破功沒有看到任何 行私圖利的舞弊 反而看到熱愛台灣生計 生極的科學家急功近綴 國民黨卻在今天把這些人打成是 弊案嫌疑人 這兩份極機密公文 如同照妖鏡一般顯示圖英文 情謀亂武謀黑蔡英文 解密文件已經還給蔡英文公道了 今天蔡王朗或者陳其邁剛好兩個是 被列為部分機安全名單 再安全不夠的 所以現在努力去講蔡英文的好話 蔡英文 蔡王朗這個話真的是非常的無恥 他自己是貪污罪 然後二審被判八年的 還有臉在地方說三道四 當然以他的標準來說 蔡英文跟他是同類 所以當然要維護蔡英文 今天的這第一份的 第一份的機密文件裡面 提到說國發基金要撥錢 是有必要條件的 新公司要設台灣 臨床實驗在台灣跟美國同步進行 最重要第三點請看 未來大量生產的工廠要設在台灣 我請問你有嗎 大量生產的工廠要設在台灣 有嗎 他的工廠有設在台灣嗎 可是錢照撥 照講要符合三個必要條件 錢才可以撥下來 有符合這個要求嗎 然後這一份的密件我看了半天 實在看不出來 這個案子為什麼要跳過正常的審查程序 我看不出來 沒有告訴我們一個理由 我更看不出來 這個案子為什麼要列成極機密的文件 我也看不出來 你不覺得膽大包天嗎 蔡英文對馬總統說 我是蔡英文 我不是陳隨便 我早就說過了 蔡英文當然不是陳隨便 陳隨便譚母是錯落的 要請趕快來 沒來跟你說聲 蔡英文不是 這個案子就是蔡英文高智慧犯罪 經濟犯罪的免刑 犯罪的人研究一下蔡英文的手法 不過這邊我回應一下蔡黃楊的話 我現在終於能夠理解 蔡黃楊其實在二審被判刑八年 其實現在案子當然還在上訴當中 可是到了二審都被判八年 坦白講 我覺得如果今天換作國民黨 是不敢把它列為部分區 可是民進黨把它列為部分區的 整個的價值今天就已經呈現出來了 口不責言到這種程度 所有的人有關於蔡英文家族投資 有沒有獲利這件事情上面 只有她膽子最大 敢說蔡英文還賠錢 當一個人口不責言 然後把謊話說得如此流利的時候 我覺得這一個人 我們都必須要小心注意 因為顛倒黑白的事情 你只要說十次二十次 很多人通通都相信了 這裡面所有問題的關鍵點 只在一件事情就是 為什麼之前人家拿這種藥物來申請 你國發基金要擋 後來蔡英文主導 六天就通過了 然後中間又隱瞞了這麼多的人 我這邊我剛才節目一開始的時候 所列出來的疑問其實是非常多 這裡面有些是疑問 有些是他們已經說的話 都已經證明了是說謊的 而且各位一聽就懂的 我很快的很快的跟大家說一遍 極盡滅的理由是什麼 為什麼何美越說是因為競爭者眾 而翁啟會說是保護楊綠銘 統一總要為什麼2007年2月9號 6月就核准了宇昌 6天就核准了宇昌 而3月的時候去否決申請兩年的歐華案 第三個蔡英文到底有沒有參與 在開妹的英文文件 我們明天等著劉毅如來解答 國發基金投資案為什麼要跳過 當時真正的召集人胡勝正 為什麼要隱瞞外人 更隱瞞蘇貞昌還有胡勝正 沒有人願意投資宇昌案嗎 歐華創投申請了兩年的時間 審查並且否決歐華案的人 事後有沒有獲得宇昌的技術股份 看過這裡面的財務資料的人告訴我說 他技術入股是17%的股份 這17%的肝股流向何處 當初在參與其他案子審查 扮演什麼角色 然後接著我們再來看 否決歐華案說因為歐華要設藥廠 可是機密文件呈現的是 投資宇昌前提必須要在台灣設廠 這不是前後完全的矛盾 這些疑點有的就是謊言 有的是我們大家富如皆知的疑點 那我相信我們的觀眾 絕對有這個水準 知道這個案子到底怎麼回事 其實他後來還有一個公文 劉毅如也承諾要公布的 就是他沒有量產還可以撥簽 因為他們也簽了簽成 秘密的改了張俊雄 那個時候是接任的院長張俊雄 所以張俊雄也被拖下水 就簽了字了 讓他第三個條件沒有符合 還可以繼續的搞這個案子 完全都是一手遮天 然後就是毫無這個法律的基本的原則 疫情高科技的人 等於說是國際上的精英 然後最後的錢是政府出資 有人要出錢還不准 高藝人說我2005年到2007年申請 申請 然後是到5月 到5月才接到他們季節的申請 他們三月就發了否決 三月就發了否決 5月季節他申請 但是他們自己要季節人家之前 這是民進黨自己的12月9號的新聞稿 他們在2月自己其實就跑去談判了 我看到你來申請我想說 這種好康的事情怎麼可以讓你 你是主力論壇中人罷了 我這生意怎麼可以讓你談 我就自己把你案子壓著 不核准把你搞兩年 留一禮物說一般口號基金 三個月到六個月核准 這個案子搞兩年 兩年以後發現這麼好康的事情 當年二月 二月自己去跑去跟人家談 然後三月去跟高藝人說你的案子我們不准 五月給高藝人公文 結果自己去談 這是怎麼回事 等一下回來我們繼續相關話題 然後回到前面開獎 我們可以看到 今天在立法院公布的兩份 極機密的文件 就是這兩份 那一份 96年2月9號何美A簽了 何美A那時候沒有任何 國發基金的頭銜 不曉得誰叫他簽 他去上這個簽診 一定有人受益 就你來簽 簽了以後2月9號 蔡英文2111號批 2111號是禮拜天 蔡英文在禮拜天批公文 也很勤快 剛剛蔡環朗講他急功近摧 我也相信 禮拜天都在上班 蘇貞昌並沒有像蔡英文那麼急 他一直拖到15號 為什麼 因為14號何美A才當了 國發基金的召集人 還沒當召集人 就先批了這個文 什麼意思 然後他們講 我們跟國外合作要用多少錢 結果呢 第二份公文在這裡 何美A3月21號又簽成 簽成的內容就是說 上次簽給蘇貞昌那個公文裡面 錢不夠用了大大的不夠用 所以我們現在必須要再用多少 那裡面當然也提到了說 將來會在台灣設廠 會在台灣做研發 3月21批上千層 上面大家看喔 敬城副院長 沒有像這邊敬城副院長跟院長 只有敬城副院長 意思就是說副院長就可以批啦 所以蔡英文就批啦 你看這公文這兩邊是不一樣 同樣一個人簽的 然後 現在 這個錢喔 連劉一如都覺得很奇怪 因為裡面講說錢要給一家叫台茂的 可是台茂的第一次說明會 是3月31號啊 那時候根本沒有這個公司啊 輝文 董哥是這樣子啦 因為 我們要先講2007年啊 這個各位前輩都很熟 2007年民進黨在做總統導演出選的時候 蘇貞昌是怎麼對謝長廷 謝長廷是被一周刊攻擊耶 所以你看一周刊的錢客 從2007年就可以開始算了 他突然出現一個封面故事說 謝長廷啊什麼案子啊 誰要辦啊什麼羅建勳啊那些檢察官什麼的 結果蘇貞昌用廣告修理謝長廷說 轉移焦點也不能改變適案事實 連阿扁都跟著在打謝長廷啊 所以謝長廷現在一定很悶說 欸你以前給我電到這樣 這個案子 蘇貞昌要怪其實要怪邱毅啊 你為什麼不出選之前就出來講 你都已經蔡英文都獲得提名 你出來講什麼 那觀眾朋友很簡單啦 就是說因為蔡英文是當副院長 如果你是院長呢 然後下面的政務委員簽類公文上來 只給副院長不用給我 蘇貞昌今天出來幫蔡英文講話 我覺得我很看不起他 我說一句實在 你叫他爭小的嘛 你們兩個在那邊搞一搞去 欸我是院長欸 我當時還在跟謝長廷還在護 欸那個時間點他還沒有輸喔 還沒還沒 出選是五月喔 五月 對 那時候你死的時候 欸我以後可能是總統 你搞我爭小的 蘇貞昌今天一點都不生氣 還出來幫蔡英文講話說 這個決策對阿什麼的 所以那我說實在話 有些人是怎樣的 董哥 不要說有總統命 連選總統的門檻都跨不過去 這剛剛就想要 衝衝衝 會超越 超越什麼呢 你要超越什麼 今天如果說 依照我們的公務倫理來講話 蘇貞昌應該會說 那你們兩個 應該來給我一個解釋吧 對不對 我是院長一個政務委員 一個副院長你們在幹什麼 我最後講一下這個李跟扁 觀眾朋友你們現在終於了解說 為什麼李登輝這麼挺蔡英文 懂我吧 如果照維基解密來講的話 李登輝就要處理一些小事情而已 他還是挺蔡英文 為什麼阿扁是挺蔡英文呢 一樣嘛 李跟有比較好 雖然這個不見得什麼 什麼大間大惡 但是有沒有瑕疵 是有很明顯瑕疵的時候 蔡英文不得不挺李登輝 也不得不挺陳水扁 這個語音是在這裡 對啊但是你如果看穿了 這一些構成的話 你會質疑說 蔡英文是羅賓漢 是媽祖婆 是母親 是天使 會嗎 是劫富祭貧還是劫貧 那些阿嬤 這麼省值錢用 把錢放在小豬拿給他 有人從台中 走了六個鐘頭 到台中 離山然後走到台中 把錢給他 這個錢 你好意思收得盡氣嗎 我有時候講 看了這些東西其實是很難購的 就是說 你要挺誰其實我們都沒有意見 但是 你作為一個候選人 當你去拿人家那種辛苦錢 那個 鈔票一百塊上面都是 都是可能他炸油條的 或者菜市場上面還有很多菜汁的 然後那種錢 你說得下去嗎 有時候想一想其實是很不堪 我們上個禮拜 在節目上講 秋毅要跟陳志東辯論 受到重重的阻攔 聽說明天喔 在高雄市議會 兩個人已經準備要開幹了 等一下回來我們看 這兩個人 打起來會是怎麼樣的場面 馬上回來你不要走開 沒有要往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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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 感谢观看